啊 觀眾矚目的日本國民共鬥遊戲 魔物獵人 4G 總算公開了第三波宣傳影片 也正式宣布遊戲將會於今年10月11日發送喔 作為魔物獵人 4 的狙擊加強版 除了保留四代的大部分內容之外 將會新增許多新魔物 牙種 新舞台 道具 招式以及動作 還有獵人們最期待的狙擊難度任務 當然 4G 也能夠繼承 4 的紀錄 不過是不是全部的東西都能繼承 這一點官方還是先賣了個關子呢 在這次的影片當中 首先是之前公開過地形大翻新的舊沙漠舞台 以及相關魔物們的回歸 像是沙龍 一角龍 盾蟹等等 還揭露更多獵人與魔物們的新動作 例如這次能夠借由打黑的招式 讓夥伴使出騎乘或跳躍攻擊 或把艾露當作跳板 踩踏他們做出跳躍動作 而艾露們也將會有更多更強大的技能可以使用喔 而在上次宣傳影片尾 只出現不到幾秒黑影的新魔物 總算公開了他的全貌與正式名稱 被稱為千刃龍的新魔物 會射出類似靈片的東西做遠距離攻擊 還會把獵人抓起來丟向其他人 感覺不好對付喔 除此之外 上週在日本秋葉園舉辦的先行體驗會 狩獵嘉年華中也公開了許多情報 像是4G的工會任務 將可以挖到強大的操蟲棍以及充能斧喔 道具部分則新增了生命的大粉塵 以及可以讓魔物咆哮無效化一次的應急耳栓 而當然武器招式的部分也做了許多調整 看來獵人們又有許多新策略可以好好的運用喔